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永留的335-345 玉言神,5.0纳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热物加全成就加探索度100% 加传送点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我们先来到玄木人这个神像,左边这一个传送点 然后传神之后,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记得的话我们要往前飞,绕过前往这一个死柱 这边绕过去 好,翻过来之后,在这下面这个树底下,有一个正手 先往过来,来拿到宝箱 然后北方向,地图上方 然后这个雪花碧往前飞 好,这里看一下我们下方这一个三角形 这里是有三个火元素防备 要按照这个顺序激活 我们先来到最左边这个角这里 按照这个起始点 这里点一下 好,然后是前往这个 来到我们右手边这个 这个,为什么要这么点呢? 是因为地杀这个涂鸦 那这里有箭头指引呢?这个是顺序 好,开启这个宝箱之后,东方向,地图右边,往前走 在前往这里有一个秋秋元的正手 先往过来,来拿宝箱 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 至于往前走 然后前往这一个小河的位置 在对岸这里有一个地龙门 这里附身 然后朝着西南方向,地图的左下方 好,在前往这里有个蹲着的小怪 然后在这里有个使住门这里 吸引你的勇气 攻击键打一下,然后注入这个栏树 好,这门就开了 那门这个左边有个石头 锤,我们用这个地龙 来吹尾这个石头 这里是一个宝箱 开启之后,南方向,地图下方 在这里有带眼法 这里有我们打两下 打两下 好,然后这一层 然后这一层之后 我们转向北方向,地图上方 自己上来 在这半山有一个石核 好,捡起这个石核 我们再操纵这个地龙 自己再往下跳两下 这里再两下跳下来 然后西方向对右左边 自己往下方看 在下方这里有一个石核子 好,然后前方这里有一支鸡 这里过来摸一下这个鸡 这里我们注入栏树 然后跟着这个鸡 这鸡一共有四支 有四支 好,第一支它会在前面这里 它就不会动了 它要等这个伙伴 我们要帮它找齐这个伙伴 好,我们先往这个西方向对右左边 接着选完这个墙边往上爬 爬上来 上面这个本来是截开启的 然后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 这里继续往前 然后前往这一个石核的位置 在这里有几只鸡 然后被这个塞姆围住了 好,这里牵完怪之后 我们跟这几个鸡这里对话 好,它们跑走了 一会再追它 然后这里我们回头 重新这里附着这个地龙 如果你这里没有地龙 你就去南方向地图下方 去那边拿一纸 然后不要穿这个宠洞 好,然后我们这里要 爬这个石株上面 两个比较好的探爬位置 爬上去 在这里有一个火神童 好,拿到神童之后 我们转向洞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自己跳下去 那下面这里有一个装饰 我们自己先冲这个燃树 好,冲完这个燃树之后 我们再朝着这个西方向 跌出左边 自己往前走 在前往这个石柱子背后 有一个地震波 这里打开这个地震波 这边这个燃树 我们这里 出入燃树 好,这个门就开了 然后我们这里进去 里面有一个珍贵宝箱 好,开启之后 我们在这里出来 朝东方向地图右边 让我们这个中间 这个石柱这个装置处 好,然后这里之后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我们来到前往这个虫洞这里 进入 好,然后这里上来之后 前往这里是我们第二只机 这里跟着这个机 这里要帮大家 把这些炸弹全部给它 给它踩掉 然后这里有一个审筒 好,前往审筒之后 我们去一场 然后这里要躲一下 这个能把我们岔直了 算了,已经太晚了 来这里跟着这个机 好,这里它停下来之后 在前面这里 小角落 这里是第二只 这里旁边还有个地雷先踩了 好,它走过来 两个聚合在一起 好,继续跟着它 好,这里起发这个门关上了 我们再跟这两个机对话 这里会打开一个门 比起来出现这个第四个机 好,这里 三只机的位置 右前往这里有一个宝箱 好,开启这个宝箱 我们继续跟着这个机 极光片穷 这里我们跟它对话 已经安全了 好 它是去找那个第一只机 去那个汇聚了 我们往北方向的地图上方 往前飞 好,穿过前方这个路 好,这里出来之后 北方向地图上方 往前走 我们找一下这个四只机 好,这里我们复原这个土鸭 这里是一共有三个宝箱 来,开启 好,那拿完这三个宝箱之后 预计植物一有风 东北方向地图的地图上方 往前走 前方这里有小瀑布 我们要往上爬 自己爬上去 然后朝着北方向地图上方 走到镜头会有一个珍贵宝箱 那这里我们开启 不需此行 我们开启 感谢观看